今天要介紹的最新創意小物 就是在我手上這一個盒子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美度扣 它是美國的一個設計師所設計而成的 它專門裡面所有的商品 它裡面一些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這些配件 就是不管你看到藍色的這個 類似扭扣的東西 算是一種扣環對不對 然後還有它會附上一把 看似鋸刀的一個刀子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一些甲板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些東西 到底可以變成怎麼樣 其實我們的街角手最靈巧 以及長得最可愛 又剪了一個新瀏海好漂亮的 莉莹來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這樣我很害羞 你少來 快來 就是它這個算是 一個可以讓你家裡的廢棄紙箱 或者是一些廢棄紙盒 可以再利用的一個非常環保 一個美術作品 就是它裡面有附這個刀子 然後這個刀子 就它雖然是塑膠材質 可是它是真的可以切紙箱 就是這樣你不會好像用剪刀剪 或者是用美工刀割手很痛 真的可以 而且這個是就是 他們設計出來給小朋友 其實可以自己在家做勞作 又可以懂得環保這件事情對不對 對 然後它真的可以切 它這把刀子的後面就是有一個 凸凸的這個地方 它是讓你就是鑽口 就是你不會這樣打動機 所以它裡面所有工具都有 然後就可以用這個 它附的這個扣子 然後這樣穿過去 然後它後面這個扣子啊 就是你 亂拿 就是可以這樣扣上去 我覺得很像我們那個極限期 那 就是它扣出來是這樣 對 然後就可以這樣固定 對 然後非常的老 那大部分會拿來做什麼 就是把家裡的一些紙盒啊 或者是一些 其實不管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就是讓小朋友自己發揮創意 然後就可以做環保這樣 莉穎這是你剛剛做的嗎 莉穎可以給我稍微解釋一下 有時候這創意理念是來自於 對 What is it 可是你知道一種 粉嫩的機器人 是機器人 Oh my God 眼睛然後鼻子還有手 鼻子是這條兩色黑色膠帶 然後這個 然後 真的 我們這是一個很創意的節目 那這個是Hand Hand 它這個是Body Yes Where is the feet OK No feet 粉嫩機器人 我們可以再努力 你大概花多久時間做好這個 五分鐘 OK 可是你剛剛其實你有帶一個 就是 你現在要現場立馬做一個 就是 真的非常棒的東西對不對 因為真的 你是我們真的 你們手算最巧的 可以這樣吹噓嗎 可以可以 你可以這樣吹噓沒問題 反正莉穎等一下會示範 用這個美肚扣呢 做出一個 什麼 礦式巨作 一個 他說礦式巨作 他前面還很謙虛說 可以吹噓嗎 然後剛後面講礦式巨作 好 我們期待麗穎的礦式巨作 然後因為麗穎需要些時間 所以我們先去看一則 街角真理的 療癒系超萌動物可愛指數 大破表的真理報導 等一下回來再看看 麗穎用美肚扣做出什麼 礦式巨作 今天介紹的最新創意小物呢 就是美肚扣讓Baby 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大人 隨便想要在家裡自己 製作一些好玩的DIY的東西 然後呢 重點是跟環保做結合的一個東西 你看這是一個美國的那個 他們自己做出來的一些 算是用一些廢物啊 或者是紙箱做成的一個東西 然後再利用他們提供的工具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其他的那個作品 這個還是也是用一種 就是回收的概念做出的一個 算是相框 你看到後面還有做指甲 然後這個工具就是剛剛那個 你說類似那個 加板 對 加板的一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機器人的部分 但是礦式巨作要來囉 來 一 二 三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耶 而且 鞋盒啊 他是用四個鞋盒 做成的 有沒有看到 然後是一個 一個家的感覺 然後這個 剛剛你看到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個 他是專門在是 固定 算固定的一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個黑色 攝影機有看到嗎 這邊有黑色的那個東西 他就是剛剛那個 算是一個加板 可以讓你做出 各種不同的造型 還不錯喔 這個東西 很厲害 可是可惜這邊有光 有光更美 陳正芳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最新創意小物美肚寇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 自己這家DIY跟環保做結合 好不好 接下來一起來看看 街角真理的 人生無極限的 晉級版運動神人真理報道